大家好,我是总舵主 佛山有一家小餐馆 硬是把没有人要的鱼肠做成了招牌菜 足足火了30年 今天我分享它的做法 首先剪开的鱼肠 加适量的淀粉 抓拌均匀 淀粉的作用能很好的去除粘液和脏东西 然后给它清洗干净 下面我们取一个小碗 打入5个鸡蛋 然后加适量的盐 白糖还有胡椒粉 进行调味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橙皮丝 姜丝 还有葱花 然后打散备用 下面我们开始煎鱼肠 锅中下入姜葱 再下鱼肠 然后中小火煎制 等到鱼肠基本出完油的时候 我们下一点高度的白酒去腥 继续煎制微微的焦褐色 然后出锅控干油分 出锅之后我们把鱼肠稍微的改一下刀 然后再放入蛋液之中搅拌均匀 下面开始煎制 起锅烧油 我们先放入三分之一的鸡蛋 我们把鸡蛋液炒至凝固之后 把它盛出 倒进去剩下的鸡蛋液里面 然后搅拌均匀 这种做法在我们酒店叫做煎生熟蛋 这样煎出来的鸡蛋可以均匀的熟透 然后重新下锅 迅速的摊开摊平 中小火煎制底下开始凝固之后 我们开始转锅 目的是为了底下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均匀的受热 煎制一面金黄色后 我们翻煎另一面 继续煎制两面金黄色之后 我们开始出锅 最后切坏 装盘 就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鱼肠煎蛋 就制作完成了 5块钱的成本 酒店可以卖到38块 您学费没有呢